嗨 大家 猜猜看我今天中午去吃什麼 他們是標榜自己是火鍋界的愛瑪士 愛瑪士喔 呵呵 開胃菜的部分我點了海鮮水果沙拉 我覺得它的sauce真的很不錯 然後它有一整顆的干貝 另外一個我點的是山藥泥佐鮭魚卵 不得不說這一道我真的很愛 可是我本來就是山藥泥的愛好者 但它整個料理是很ok的 只是如果你不喜歡那個綿密感的話就不要 然後我希望它wasabi可以給我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那樣嗆嗆的感覺 然後他沒有給我湯匙 他說他本來就沒有附湯匙 但是我後面吃到後面真的夾不起來 而且這個畫面真的吃得太醜了 沒辦法看 再來是懶人的福利 就是它的桌邊服務 我凡是去吃燒烤店或火鍋店 我都超希望它有桌邊服務 因為既然我都去外面吃飯了 我還要自己煮 什麼意思 我就是不想煮飯才出去外面吃的 但算了 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額外單點的海鮮漿 我只能說你可以吃得出來它的健康喔 就是這樣 自己去體驗 然後這是不明所以的畫面 因為沒有對焦 主餐的部分我們點了一個海鮮套餐 然後螃蟹跟蝦都是活的 然後這隻蝦在等我 我真的覺得超恐怖吃的飯 壓力超大 然後他們都有加10%的服務費 另一份主餐我點的是頂級樂園 還不錯蠻新鮮的 它也有和牛的選項 吃了差不多了以後 他們的服務生會在你的桌邊 就是幫你煮他們的蟹糕粥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他們的賣點之一 然後他們整個就是菜色都是走非常清淡的路線 就走這個蟹糕粥應該是最濃厚口味的 但我只能說就是這裡很適合帶長輩來吃 然後也很適合約會 然後吃起來就是健康的部分比較沒負擔 但份量來說還是蠻大的 女生如果是小鳥味的話 可能要至少二個一天半再來吃才會吃得完 甜點的部分我點的是他們的新鮮肉 我幾乎快要把整道吃完 因為它不是像外面那種死甜 雖然說很適合但還好我沒有吃完 這樣可能好一點點 但我只能說就是 如果不喜歡就是這種清淡風格的話就不要懶 然後它的紅豆的紫米糖超不推 因為真的沒什麼味道 但至少它不會有紅豆的色味跟手味這樣 然後它標榜就是說 你去它的餐廳絕對不會有火鍋味 然後我跟我媽都覺得沒有火鍋味 還有就是我今天是Duty Co 所以大家不要再怪我說 我為什麼都沒有跟大家出去吃飯了 大概就是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VGA熱量爆表的食物之旅